转自知乎 那天上午订婚宴 他全家亲戚都在 然后他一个舅舅的儿子一直喊喝酒 我知道这是喜事多喝几杯 喝着喝着 他哥估计喝多了 对着我父母就开始说 我大哥二哥没用 但是我行 不管是几千公里 如果你们对不起我小妹 就是我女朋友 那我肯定要过来找你们 这时威胁也是爱护 我妈就笑着拿着酒杯说 欢迎小妹哥哥随时过来做客 后面他哥又喝了几杯 就开始说胡话了 我当时去拿酒 就听到背后他说着说着 又开始说到我女朋友话题 又说了一遍 大概意思是你们要是对我妹不好 你们全家别想好过 然后酒杯用力地放酒桌上 他家没一个人出来说话 说实话我已经很生气了 但想到定婚宴 这么大家人看着 我就笑着站出来说哥你喝多了 大家坐着吃菜 后来酒期结束 他哥把我跟他妹 我女朋友 叫到走廊对着我又说了一遍 而且更过分地说 你要是敢欺负 他我杀你全家 这句话他用方言说的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然后我没太听清楚 也有点不可思议的疑问 回了句 嗯 他哥改口说 我要是对他不好 全家都别想好过 当时在走廊 他家亲戚就从旁边过 我在那尴尬的点头说 不会的 虽然女朋友在旁边 一直说我对他很好 但感觉他哥听不进去 后来我直接就走了 也生气了 酒期结束 直接带我爸妈回酒店 他家 我也不去招待客人 我就给我女朋友说 这种事很严重 我无所谓 但说我父母 我是不会给你们面子的 下马威对我不管用 这种话 并不能给你家带来底气 相反会让你两边做不了人 然后他和他妈妈 电话我一律不接 这种事当时不出来打圆场 事后也别想要面子 他家人也本身爱面子 我就各种不接电话 也相当于表明态度 我女朋友也在他家一直哭 一直在跟他家人争吵 我确实不该对我女朋友这样 可是酒桌上 他家人也没站出来说话 烂掉面子也得一起掉 再后来他哥哥 妈妈 姐姐们给他发消息 找他要号码给我道歉 我后面也想通了 只管我和我女朋友的父母 其他人就不管了 就也打电话给他妈妈约出来 一起吃个晚饭 第二天他哥叫我跟女朋友去吃夜宵 原来一直劝酒的人 这次没劝让我随意 不过我能感觉到他哥跟我不是一类人 他哥说他混的 有社会背景 那时候我知道 我女朋友和他家亲戚 不是一类人 三观不同 晚上宵夜虽然说让我喝酒随意 可我也是频频敬酒 客客气气 可他哥还觉得我是庄 我想问问各位 就是这种亲戚 该怎么相处 我是真不能和他们玩到一起去 不过他妈妈很想 我跟他哥哥搞好关系 我定婚宴那天做的对不对 我不想父母受委屈 感觉如果我不表明态度 他家还以为我家好欺负 所以就做了以上的事